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模仿沃霍尔1906年的自画像的姿势 有种跟随安迪沃霍尔身影 或者说想要取得沃霍尔的地位的意思 这是我们半展的初心 他们很容易走到一起 杰西卡介绍说 艾未未旅居美国的12年中 他深受沃霍尔等颠覆正统风格的艺术家的影响 这次展览从纽约北京 偶像与破坏偶像 名流与社交媒体等几个主题入手 通过交叉并致的方式 对比两位艺术家的作品 探讨了他们对各自时代的文化 政治和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游客们可以乘坐电梯来到七楼 逐层向下参观 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艾未未2009年 在成都一家旅馆的电梯里 用手机拍摄的照片 是否艾未未拍摄就温川地震 追责中国政府的纪录片 遭到粗暴监控 这是很重要的作品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对抗中国法律 作品名是Illumination 点亮 名字真的很生动 比较严肃地来看 好像一道光终于亮起来了 令他对政府的监视 以及如何反抗有心的思讨 挑战权威的叛逆个性 并不是艾未未的专利 早在1960年代 安迪沃霍尔就把艺术拉下圣坛 把随处可见的罐头汤 和可口可乐作为创作对象 拉开了波普艺术的大幕 他强调消费主义心理 崇尚大批量复制 甚至给自己的画饰 起名叫工厂 有人说沃霍尔是在民主化艺术 也有人觉得他这是 堂而皇之的魅俗 沃霍尔从一早期 他走在高雅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 几乎是在模糊两者的界限 在某种程度上 他的作品几乎像一个副本 像是被机器制造的 这对他非常有吸引力 他还热衷于大批量制作 莫霍尔之所以采取了大规模生产的方式 正因为明年影像本身 就是批量生产的 《玛丽莲·梦露》不建议他的肉身直取存在 更在数以百万级的报纸 杂志 银幕和电影海报中 无限重复地存在着 沃霍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莫过于他的撕网版画名人现网 今天你也可以在卧会博物馆 亲自体验一下 其实撕网印刷技术 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非常的常见的 今天我们就让Paul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在T恤衫上印出图案 把宝利来照片扩印到撕网上 把纸或者衣料压平 将选好的颜料倒在撕网的一端 然后用力挂墨几次 看到了吗 通过这样的程序 一件非常有卧会风格的T恤衫就完成了 首先这个是为了大批量生产 它有很多名人和产品图片 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翻译 并且影响我们如何来看这些物体或名人 这又回到了它的广告插画 从业背景 它在匹兹堡长大 它有工业技术的意识 撕网版画对它来说是完美的技术 欧博会 和博士同名的工厂 欢迎各个年龄层的艺术迷前来体验 从俄勒冈州远道而来的Tahny 对艾未未也非常熟悉 艾未未今年席卷了世界 我看过一个它在西雅图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展览 然后它的十二生肖同时在卡内基博物馆展出 这是惊人的 它今年无处不在 令人激动 在艾薇薇的作品中 并不难见到卧火式的波普艺术痕迹 艾薇薇创作于2007年的 带有可口可乐表时的汉代陶冠 所体现的外来商业文化 与传统文明之间的碰撞 是新世纪中国的时代风貌之一 正如卧火代表20世纪的现代性和美国世纪 艾薇薇的作品被认为代表着中国世纪的到来 我认为他所有作品材料的完整性 是他艺术创作的持续动力 否则我想我们大家现在都会厌倦他了 但这些是来自于真正想象力的创造 他的很多材料都在用创意把形式带到极限 在卧火的硬板下 梦露 猫王 杰奎林肯尼迪都反复出现 还有一位名人在中国比猫王更加于户晓 2013年 安迪沃霍尔亚洲巡回展览 15分钟的永恒 把他的作品带到中国 但这几幅毛泽东像却无缘和大陆粉丝见面 而艾薇薇拒绝自我审查 他的博客被封杀 工作室被强拆 被失踪被监视 护照被扣押 多年的打压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发声和创作 艾薇薇和安迪沃霍尔 两人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有着同样的敏锐 都是借媒体造势的高手 都时刻带有一种平静的幽默 艾薇薇2015年的作品 用金色的草泥马气球和红色的推特鸟气球 给观众带来了互动的乐趣 在上个世纪 沃霍尔制作的这些银色的云朵 他将它们形容为漂浮的画作 在这个世纪 艾薇薇也制作了更多的动物形状造型的气球 以此向沃霍尔致敬 在这个博物馆里 艾薇薇和沃霍尔真的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以上就是这一期走进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美国之音VOA卫视 西西卡拉匹兹宝报道